翻点猎狗直盯着上头看 原来是听到游客呼喊 突然洋芋片从天而降 猎狗立刻上前 闻了闻吃下去 似乎未上瘾 另个角度更清楚 整大把零食往下面丢 猎狗全部吃光光 其他游客募集当场制止 却被返翘 其实在斑点猎狗区 尽管和动物有距离 但栏杆只到成人半生 园区有四分之三 都算开放式区域 同样是在非洲动物区 在观赏星星处这里 可以看到民众其实只能 透过这个玻璃窗来观赏 不过就算外面这个墙 竹得这么高 还是曾经有人把零食香蕉 甚至是面包 往上直接丢进去喂食 只看不动手逛动物园 也有够事 但有些民众可能太兴奋 拿了食物就想喂 动物园说早期常在 领长类动物 包括红毛猩猩猴猴 游客丢水果进去 或是骆驼黑猩猩 也曾被外来食物投食 比较夸张的是 有一次我在骆驼的展场里面 有捡到营业用的奶油块 很大块的 有掉监制器是游客丢的 园区内各种动物 每任饮食都按照营养需求 量身定制食谱 如果吃了来路不明食物 不可能造成身体负担 TVBS新闻花上皮黄金银 TV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